中央美术学院的四名老师 带着十五名学生 来到了四川省 阿坝藏族枪族自治州 进行采工活动 一西洋就离不开了 你来十个佛活生 十个佛活生就是西洋 你看这 这都牛 我数个大碗算 我把这三千七百 有高反的最大特点 就是你休息了 你说我难受 会更难受 在这次团队的组合中 有画抽象的同学 有做平面的同学 他们分别来自 版画 壁画 油画专业 不同的年纪 这本身也是知识结构 我也希望从他们的 叫做个人的成长经历中 创造出艺术这种 具有鲜活的 活力的形式 内容和色彩 这边就是用上了太阳能 那种能源上的一些对比 就体现了就是 和生活水平提高 自然上的一些变化 你这个这简直是 就是你的形象思维 和你的逻辑思维 这之间就根本就不配套 就是这张画现在 我建议你 刮了什么时候刮了 勺子重要 高压锅重要 那为什么勺子抢了高压锅 难道我刚才说的不合理吗 好像还是在颜色上 有一点病 做人不能这么做 你要想办法 你那一瞬间 突然间在做人上 逃兵 这个不行 强度很大 因为原来的铁生 它是到了一地 见着什么 基本上就画什么 而且重点的 以这个叫日常叙事为主 但是这次要提升 堆在地下这些画 待会儿全部刮掉 这些画是不合格的作品 此时此刻 我非常气愤 干什么来了 那怎么去解读主题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我觉得现在要强调 它的金属门 哪个的金属门 就是一金属门 严实出高头 艺术创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可是这么严格的要求 这样严厉地批评 如果用到小学课堂上 小学生们愿意听吗 你别剪呀 我这要展开来 上面得贴东西 你不是要做什么是吗 刚才他的想法总是改变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这是插插干嘛呀 难道这里有宝藏 无私乱想 这是个财迷 为什么摄像头指着我 填马行空的想法 有时候会让授课老师 面临更多的挑战 培养自己跟学生的同理心 从他们的角度去看 他们是什么东西 是他们爱学的 什么东西是学生感兴趣的 比如说播放一些课前的小动画 播放一个成语故事 让同学们去讲一个故事 从他们的角度来觉得非常有序的 高三小课程的授课老师 都是中央美术学院各专业的大学生 为了完成高校课程进小学的转化 大学生老师们想了很多办法 作为大学生可能你看到书本上的知识 就比较会专业术语多一些 然后呢在课堂上会想要给他们 拓展到这些知识的话 你就要想要用一个比较通俗一懂的语言来 或者通俗点就是大白话 然后让孩子们知道这个 比如说这个画家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段历史故事是怎么回事 我叫张宇东 是一个学雕塑的 张宇东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本科学的雕塑 现在是一名公共艺术专业的研究生 他也参与了高参小课程 在小学课堂上 专门给孩子上雕塑课 小学生们很难理解抽象的大学雕塑课 该怎样让孩子们喜欢雕塑课呢 这个里面整个就是 全是用毛毡战戳在一起的一个实心的 然后这个当时我还设计了一个可动的嘴巴 张宇东把雕塑用孩子们喜欢的形式做了出来 大家好 我是雕先生 他用毛毡结合雕塑做了一个手偶 孩子们很喜欢 张宇东说 接下来就容易多了 孩子们都喜欢玩泥巴 在玩泥巴的过程中 他会特别的兴奋 在三维立体中构成的时候 他会觉得有空间了 会特别有意思 在带孩子们上雕塑课的过程中 张宇东发现孩子们带给他很大的启发 你别看小孩做出来的那个泥巴 他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精致 然后手印啊 包括一些泥的那个纹理的处理没有多好 但是呢 他从整体的那个概念上 和那种表达上是特别直击内心的 和孩子们在一起久了 张宇东的雕塑创作也会受到孩子们的影响 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 张宇东第一次看到了回归祖国的第一百建国宝 天龙山佛首 这是一尊出自三西天龙山石窟 第八窟北地的佛首 我当时看完这个心里还是挺复杂的 而且有一点激动 然后就想着做点手 张宇东打算以天龙山佛首为原型 做一件毛毡作品 做佛首过程之中最大的困难 其实不是形的把控 是对于神态的那个掌控 这个很关键 在造型上我不担心自己会出问题 我一定会做得很像 但是它从神态上 精气神上能不能拿捏得住 这个是我在做之前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张宇东说 如何处理造型与精气神的关系 孩子们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孩子们的状态 他可能没有很好的技术去造型 但是他的表达方式是直击内心的 所以我在这个创作的表达过程中 除了造型的问题 就是对这种经济神的把控 就要直击内心的那种状态和感觉 经过一周的时间 张宇东把佛手做了出来 后面作品做出来的呈现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张宇东把佛手的视频 发到了软视频平台上 引来了很多人点赞评论 我这张视频有1200个万的播放量 和40个万的贩 令张宇东想不到的是 天龙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他 想要借他的毛毡佛手 放在博物馆展览 我觉得非常荣幸参加的这个展览 我算是把我的作品 增加了一次面前大众的机会 为了让小朋友们能听得进去 听得懂 这些大朋友也是费尽了心思 在这种课堂上 老师更像是一个导游 或者说是一个大朋友 带着孩子们去了解某些艺术领域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对错 没有应该不应该 没有分数要求 甚至也没有啥考核标准的课程 能有效果吗 孩子们到底能学成什么样子呢 这个画是弗里达的一幅 小姑娘名叫周雨晗 她手里拿的画是在小学五年级时 临摹墨西哥传奇女画家 弗里达卡罗的作品 她的特点就是她的连眉 这个是我初期创造的 当时有点深属 构图也不是很好 周雨晗从小喜欢画画 可单凭一股热情 绘画水平提高有限 以前的孩子画画 就凭他自己的兴趣 就没有彰化 在学校就参加了中央美院的高参小 因为我也比较感兴趣 我就去参加了 上了之后她就特别的高兴 就每周的缺业 有时上一次 有时上两次课 这幅是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掌握了一点后 就是画成这样的 都换的花呀 比之前就越来越好了 这三幅是我比较满意的 不管是人物还是那个造型 都比之前有进步一些 这幅画是王彻早期的作品 画的一个鸟 刘王彻妈妈手里拿的画 是女儿在七岁时画的 就是一些简单的线条 和色彩的搭配 那时女儿跟大多数小朋友一样 用简单的线条 勾勒喜欢的画面 内容有点单一 就是参加了高参小以后 她的画可能线条 更加流畅 然后色彩运用上面 就更加的鲜明 更自然一些 三年前 刘王彻上了高参小的课后 当她再把画拿给妈妈看 妈妈还真有点不敢相信 像这个就是比较有创意一些 做成了手工和绘画 相结合的这种形式 这幅作品是被放到鸟巢 去参加那个展览 刚才讲的就是完全靠孩子 自己独立来完成 然后这样的话 对她能力的提升 就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课我觉得是很系统性的 就是从美誉的角度 来整体的出发 考虑安排这个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的设置呢 比较 形式也比较丰富多样 然后孩子呢 又不会觉得枯燥 又能学到很多的专业知识 对孩子的这个性格呀 品格呀 然后这个情绪呀 就是方方面面吧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正在做皮影的孩子 叫蔡瑞轩 今年12岁了 她正在搞皮影创作 她呀 学了这个课程之后啊 她的审美意识提高了 她知道哪儿好看 哪儿不好看了 审美意识要提高好多 知道收拾了 知道整齐了 时不时的还摆一摆位置啊 然后之后知道 把她心爱的物件摆好了之后 让大家看一看呀 是不是还换一换位置 就感觉 她的审美意识 时不时都在提高 时不时都在变化 蔡瑞轩经常在课余时间 去小区里寻找插花的材料 做什么呀 我想放的花瓶 那可以 我老见得出来 特热爱生活 你知道吗 这小孩特别好 小区里的爷爷奶奶们 都认识她了 也经常帮助她 认识各种植物 开花呢 真的开花呢 真的开花呢 我觉得大自然的东西还是挺美的 而且我摘的都是野草野花 然后呢 这样也不会破坏大自然 插花 然后呢 美化 我们这个家庭环境 那个原来吧 她那个在楼下弄一些花花草草吧 家里都挺乱的 然后之后呢 我们也还挺不高兴的 但是呢 经过她自己的创作吧 然后之后 整理出来这种插花还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不再管她了 让她自己进行一些创作 我觉得还挺有味道的 我最近就是在画哈利波特系列的书签 我最想的就是哈利波特这张 齐利格尔今年11岁 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 最近她迷上了自己制作书签 你这个画书签都不用了 打草稿呢 不用了 因为我已经习惯用这种黑笔来画了 用黑笔画了好久 所以就习惯了 有时候晚霞就画出渐变 然后就是 最深一直到最浅 说起画书签 齐利格尔有自己的一套心得 平时海洋是蓝的 但现在有西洋 海洋被西洋一照就成红的了 然后一会儿 因为海豚就比较大 然后背景是一个渐变颜色 然后这样海豚的比 就是海豚只有一种颜色嘛 然后这颜色就出来了 齐利格尔特别享受画书签的过程 构图上色不到十分钟 一幅书签就画好了 画完了 我之前这个就是一个空白 大白 一点东西都没有 然后我一直都画到 你看 就是这个画得这么漂亮 五彩云翻的 这个海豚在里边 人家跳跃的 人家好高兴啊 就像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世界 齐利格尔每天写完作业 就会画一张书签 一个暑假下来 他画了三十多张书签 有的都送人了 这些是哈里波特系列的 这俩是海底的 然后这是海平面上两的 这两张是漫画女孩系列的 这些是自创的小动物版表情包系列 然后这个就是草地上的 有很多小猫咪 这个感觉比较有创意 然后这是最后一张 齐利格尔的妈妈说 齐利格尔现在画得这么好 其实是经历了一个 慢慢变化的过程 您看这个是齐利格尔 在没参加高三小之前 之前画的画 您看他的笔触和画面构图 还是都比较简单的 一年级下半学期 他有兴参加了第一次 这个高三小活动 这是活动内容 讲的是中国的 传统建筑中的早景 慢慢地对这些 关于咱们中国传统的 这种美术 比较感兴趣 能看出来 虽然这个还没有完成 但是色彩的搭配 和这整个的造型 我觉得都有很大的进步 慢慢地 齐利格尔尝试着用画作 来表达生活的感受 比如说这一幅是 我们去郊游 他回来创作了一幅日记画 这个小女孩从早上起来 到晚上睡觉 一天的活动 他都用这种 简单的动作 这种和配文 如果您带来 他就要死了 最好 看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快乐的感觉 用这种小的这种小图案 然后色彩搭配也是很明朗 洗衣服 这是购物 看着孩子在中央美术学院高餐小课程的影响下 齐里格尔的妈妈很欣慰 因为齐里格尔的进步体现在各个方面 通过这个高餐小活动 然后通过对美术的这个兴趣爱好的发展 学业上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比如说他在五年级的时候 他的几何学学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都得益于他美术中锻炼的这种观察能力 这种立体感觉能力和一个专注力 实际上我们构建的对一种教育理想 就是老师一定要成为给孩子种植梦想的人 一定能够托起孩子明天的人 还是要让他一是有眼界 二要让他有思想 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有这种内动力 他愿意去触摸这个世界 去探索这个世界 这是最最重要的 对于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 高餐小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你想想孩子将来长大了 他懂得美会审美 而且还能创造美 有创造力和想象力 这真的比孩子多考几十分 多背几个单词要重要的多 当然现在毕竟双检政策刚出台 有些家长还有些小顾虑 万一别的孩子都学 我们家的不学不就落后了吗 其实如果选拔人才的机制不改变 家长的这种焦虑一定在所难免 双检政策的推出 就是要改变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体系 改变一种价值判断 让大家知道 一个合格优秀的人 原来是这样的 比拼的是他的综合素质